這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繼表演廳 文化廳陸續啟動之後 南基地的產業區最近也正式演員 這裡有多家店鋪環繞著廣場 店家風格多以著音樂或是生活文創為主 柯文哲今天受邀參加這產業區的 音心茶會 要跟各界好好交流 聽得爵士樂在雨中跳舞 浪漫氛圍在午後的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就能感受到 這棟以保持形狀設計的 北流音樂中心產業區 二十五號舉辦音心茶會 要歡迎新進駐的店家 台北市長柯文哲 北流董事長黃韻玲都到場共享盛舉 今天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茶會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謝謝大家 其實北流因為有市長 有各位長官們 還有我們所有店家 所有團隊的努力 我們才可能有今天 還可以站在這邊跟大家來報告 我只是認為說 流行音樂在臺灣是有前途的 所以當時我朋友在想說 這個願意用這麼大的力氣去推動 我認為流行音樂 時間大久了 臺灣還是會有 為了讓流行音樂文化 能夠滲透到市民生活中 北流除了表演廳文化廳 最新啟動的產業區域 裡頭包含了多元音樂產業 上市茶會舉辦的地點 北流卡夫卡是一個結合聽覺 味覺視覺的人文展演空間 喜歡替北流注入一股新動力 其實北流卡夫卡從去年到今年 大概是一年的時間 這裡邊非常感謝市政府文化區 裡面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還有我們北流的團隊 也給我們很多的鼓勵跟支持 整個北流卡夫卡的經營模式裡邊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跟北流的活動 能夠集結在一起 市府希望藉由提供民眾 不一樣的休閒空間 秉持著音樂及生活 生活有音樂的精神 讓台北充滿英文魅力 記者怎麼報道